對人民來說,這個地方能不能看到成效,就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接下來我們要來討論憲法基本權保障的問題 被聽民人應該知道說上禮拜天在凱道上面 有舉辦一個反紅色媒體集會的遊行 這兩年的媒體的發展,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的一個資本其實是大舉入侵 用台灣的民主自由來侵害我們的民主自由 所以大家開始反思了,這個言論自由它的界限到底要怎麼樣來做一個界定 尤其是危害到我們的民主自由的時候 國外有這個防衛民主機制,不過在台灣還需要再凝聚共識 我想要請問的是,言論自由跟防衛民主機制 這樣的一個之間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處理 那我們面對一個這麼具體的一個敵人 也就是中國,我們應該要怎麼從憲法的一個高度 來看待國家安全的這個問題 這個跟委員報告 關於言論自由 人民有言論自由,憲法第十一條有民主規定的 這個是人民的基本權利 關於憲法所保障的人民的基本權利 你要加以限制 只有依照憲法第23條 也就是說,這樣的一個言論自由的保障 除了為了避免妨礙他人的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 或者是為了維持社會公共秩序等等以外 才可以用法律來限制 所以,法律是可以對言論自由在限制 但是要符合憲法23條的比例原則 所以剛剛委員特別追尋了這件事情 就要看,到底這樣的言論自由的限制 有沒有符合23條的比例原則 來個案判斷 那我簡單問 您有沒有同意這個防衛性民主的這個理論 這樣的一個理論做為一種政治的訴求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進入個案大法官的審查 還要看防衛性的民主 到底他是採取什麼樣的方法 什麼樣的方法 因為在學說上面 過去經常用納粹來作為一個最好的例子 罵納粹是民選的政府 結果選到最後變獨裁等等 不過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憲法制度 不能夠一概而論 那關於這個問題 我只能夠這樣說 在憲法的層次上 還是要看憲法第23條 這些要件是否具備 那是不是必要這樣子 否則人民的言論自由 還是憲法所應該貫徹保障的基本權利 我猜 北田原議員講得很保守 但我也清楚地問 如果說我們現在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跟集會結社的自由 他是以摧毀我們的民主憲政體制 或者是我們的憲法的價值為目的 那您到底怎麼看這件事情 您認為說 我剛剛講的這個防衛性民主的部分 你到底是怎麼看 如果他是以這個為目的 一般說來 在言論自由裡面 我們不審查他的動機或目的 這個在早期廢除這個刑法裡面的 關於這個判亂罪 裡面就已經很明白闡述了 就不能夠說因為 某一種言語好像覺得對國家不利 就處於犯罪嘛 所以後來這個刑法一百條就廢除了 就廢除了 所以一般來說 在憲法的架構下 這個言論自由的保障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來 那我們就進到下一個題目 我們來討論公投好了 公投呢 其實在前期的日子也非常的熱門 然後因為當然大家在討論的重點就是 人權到底能不能被公投 那我想要請問的是說 涉及這個人民的這個基本權的這個限制 或是侵害的這個事項 到底可不可以用公投來決定 跟委員特別報告 目前依照我們的公投法 公投是可以作為法律的創制性的 也有一些諮詢性的 但他的這個法的位階都在法律這一部分 所以依照公投所制定的法律呢 除非符合憲法二三條 否則不能夠侵害基本權 所以當然公投也不能夠侵害 不過如果很檢料說公投可不可以 人權能不能公投 這個問題就比較難以淡立的答案 因為人權的問題 假設公投的結果會侵害人權 當然是不可以的 當然公投也有可能是落實人權的方法 那就有可能是可以 那我就問喔 進一步來問說 如果他是涉及對於人權的限制跟侵害 那應該要由誰來做一個審查 因為現在中選會看起來已經不太適合了 那如果由大法官來做一個審查 您覺得可行嗎 一般說來司法呢 就這一些關於這個權力的運作 在各國司法都不會翹到最前端 當各種意見不同的時候 通常是由國會或者行政部門來處理 因為他們掌握更多的資訊 跟一些了解的訊息 那司法都是成為一個法律案以後 到底這個法律案有沒有違憲 做事後客觀的比較冷靜的判斷了 並不適合跳在最前端進行紛爭的裁決 所以剛剛被提名人 您認為是由國會或是行政部門來做這樣的審查 可能比較適合 來設計 來設計 OK好 那再來呢我們就再來討論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人權到底能不能被公投 那這個當然剛過的這個我們這個同婚的這個法案 這個是748號解釋的施刑法 那已經公佈實施了 但是因為其實社會上面有非常多的討論 那也有反對的一個意見 那當然反對的一方他就說 那未來我們可以修法再改回來啦 那當然也有講說 如果改不回來的話 那我們未來可以透過這個新的這個提名的大法官 來做出相反的解釋 那就可以來廢除同婚 那我想要請問 就實務上跟理論上面 這可能的發展會是什麼 那您可不可以就法律的安定性 也和這個已經取得這樣的一個權力的 這個這些我們說已經結婚的這一些同志們 他們怎麼樣如何受到現在法律的保障 可以請您說明一下嗎 委員問的這個問題其實我沒有很清楚 他現在法律已經通過生效啦 他可以依照這個法律受保障 你說未來 如果未來就是如同我們反同的這一方所說的 他有說他要把法律改回來 或者是說再由新的這個大法官 來做出相反的解釋 那會對後續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嗎 這些都是很假設的 對但是這個是大家 其實在民間很多人會去做一些討論 也會去做一些期待 所以我想要了解說 呂被提名人您對於這樣的一個問題 您有沒有思考過 未來如果發生的時候 會是怎麼樣的一個發展 未來如果真的發生 就有未來那個時候的大法官來決定 好來 我想我今天大概的題目已經到一個段落 但是我剛剛所詢問的幾個問題 我還是覺得說呂被提名人還是有一點過於比較保守一些 那當然明天的這個審查 我想應該不會有太意外的結果 但是我還是在這邊提醒 我希望說您也曾經擔任過我們這個司法院的秘書長 那未來如果您擔任了大法官 我希望您能更勇於來對於台灣的這個民主自由跟人權的保障 做更多的一個貢獻 那更善盡之手 這是我們對您的期待 我想年輕的一代 我剛剛所問的這些問題 應該都是希望得到更進一步您的一個表態 但是比較遺憾的是 我還是覺得您稍微有一點保守 但是未來我們還是期待 您能更往前一步更進步一點 以上謝謝 謝謝委員 接著請許毅仁委員